约吉奇竞赛一场 大莫里斯发款5万 巴特勒发款3万 我们来盘一盘这个瓜 起因来自绝筋热火最后时刻 比赛没有悬念 阿德巴越上篮 裁判没吹 莫里斯挟刺杀出 狠狠撞开约吉奇 约吉奇愤怒反击 巴特勒最后隔空输出 然后他们的兄弟们不干了 小莫里斯说 这笔账他记下了 约老师两个哥哥回应 你不应该插手 还威胁我兄弟 如果你想进一步 我们等着 小莫里斯再回 你算是碰上叉子了 约老师兄弟说 不你啥也不是 然后小莫里斯又发了一条 很有意思 他说我要听我妈妈的话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说话 不怕事儿的摄影师 晒出了这样一张照片 更让人浮想联片了 要知道 莫里斯兄弟一向很齐心 并且以脾气火爆组成 但约老师的兄弟 真不是吃素的 冲突时 约老师的哥哥们 就在现场看比赛 几乎就是约老师的左右护法 大哥随弟弟来到美国之后 一直在照顾起居 还喜欢上MMA 并且在18年完成了首秀 算是个狠角色 今年季后赛 布克约基奇发生冲突时 两个大哥就在场边 非常愤怒 跃跃欲试 大哥打MMA 二哥据说也有点背景 不过没什么实锤 但约基奇还有一位好大哥 可是实实在在有些背景 画面左边这位 有的人应该认识 佩科维奇 感兴趣的去查一下 虽然莫里斯兄弟 在联盟恶名远扬 但塞尔维亚人民 真不是好惹的 约基奇和他的哥哥们 都是在战火中长大的 约老师的哥哥 已经买了二番站的门票 11月30号热火煮厂 不见不散